你以为的沃尔沃只追求安全 你以为的沃尔沃只是中年成熟男人的标志 你以为的沃尔沃价格还高高在上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我身边这台官方指导价才46.19万的 沃尔沃S60新能源T8四驱长血航质亚极业黑版车型 名字有点长 咱本期节目就暂解叫它S60插混版车型 首先大家就会质疑了 指导价都46万多了 你还说它便宜 你还真别不信啊 就拿咱北京地区来说 目前市场终端优惠就有大概8万多的一个优惠价 也就是说最入门级配置的那一个 致意豪华版车型 基本上35万左右就能拿到 而且不管哪一款配置 它的三电系统机械性能方面 都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再看回它的终端指导价 35万多 就拿到这么一款主打性能的中型豪华轿车的话 那它的性价比还是很凸显的 咱再说回我今天拿到这款车型产品 它搭载的是一个叫极业黑的配色 不管是单从车头来看 它的车标呀 前中网啊 以及轮毂罩啊 侧面的窗线试条 全都是采用的一码黑色的配色 你在这款车上是找不出一丝那种亮条的 年轻人肯定是特别喜欢这么 一款个性的配色 如果说你觉得这款太过个性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那一款 叫质雅运动版 价格都是一样 配置都是一样的 那一款的设计会更加随大流一些 我们再来看车身侧面 整个姿态还是非常运动的 尤其是车头长度 基本上占据了整个车身侧面的前 三分之一多的长度 再其次就是成员舱 以及到最后短短的后备箱收尾 你会发现沃尔沃SPA平台的车 基本都是这种比例 因为在这种发动机 后电机 以及电池的重力布局下 才能让它实现最佳的操控性能 轮胎方面搭载了 23540 19英寸的 米其林的零月轮胎 也是为新能源车 专门打造的这么一套轮胎 主打的就是经济性 单条轮胎的售价在 1400元左右 车尾灯的造型 依旧是呈现家族那种 非常6加1的感觉 应该是这个手势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虽然说外观看的话 它的后备箱只有短短的这么一截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来咱们直接看吧 后备箱的空间巨大无比 这宽度一致重深 我提前剧透一下 它的后备箱空间 是要比第二排的空间都要大的 首先很宽 然后两边也尽可能去节省空间了 再加上它的后旋的这套结构 复合叶片长黄的结构 使得它的后备箱 可以掏到两边很深 所以说呈现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地板下方就简单的补台液 这些工具 同时第二排座椅靠背的中间那个地方 可以把那个盖打开 然后形成一个贯穿的空间 作为这种北欧车型 就是在他们当地 就是放一些滑雪板什么的 他们就比较喜欢滑雪 你可以这样穿过去放 咱也拍了这么多车 终于有一款车上来不给你炫大屏了 就是这个沃尔沃 首先就是说内饰的整体设计 谈不上经验 但人家重点是在用料上 沃尔沃它能保障 它车上所有的这些材质 以及散发出来的气体 是通过国际这些安全验证的 就什么概念呢 目前市场市面上的车 咱就说上百万的百十多万的车 它也不能完全保证自己车上 所有的这些皮革真皮用料 能保证到一个气体绝对安全的水平 就比如说我们拿到它的材料 它就说座椅 它是没有用这种胶水 或者说是什么粘合的 所有的就是用线去缝的 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很多车都爱用什么糖素 或者说用一些人造胶质的 去做一些仿高档的效果 反正那些很复杂的工艺 它都会多多少少散发出那种化学物质 就哪怕有些味道 咱们是直接闻不出来的 鼻子闻不出来的 它也会存在潜在的这种健康影响 所以说沃尔沃的重点就是在安全上 就是在保护咱们用户的健康上 这一点是真的令人佩服 咱再来看这套座椅 它标配的是这种拼皮的材质 像我们这款还是运动型座椅 但是它还有一个更为极致的织物座椅 在别人家品牌里 织物座椅都是给低配车用的 它拿一套织物座椅 要加价2.38万 你才能选配 那个座椅无论是种材质 以及这种缝合工艺上 也都是完全纯贴然的材质 所以说家里经常开车带孩子 或者说孕妇以及带老人的话 我还是建议就是说选一台这种沃尔沃车型的 同时在座椅的工作上 也是支持座椅电动八项调节 腰拖四项调节 还有两项调节的电动腿拖 主副驾驶座椅配置都是一样的 都支持座椅加热 同时后排还可以选装座椅加热功能 再说回我们车上的其他一些配置 前方意表盘的尺寸是12.3英寸 里面的UI界面还是比较朴素直观的 然后再往前看 它有一个HUD抬头显示 中间这块屏幕尺寸是9英寸 不算太大了 屏幕虽然不算大 但是分辨率很高 而且是安卓的系统 除了上面的图标 除了稍微有点小以外 它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基本上第二个界面 就能让你直观的去操作 这些功能 学习难度零成本 至于这个语音娱乐系统呢 它直接给你装了个天包精灵 那可玩性 那就更厉害了 但同样它也有不足 就是这个全景影像 首先这个分辨率 一般同时 拼图畸形比较严重 除此之外 比如说我们需要看单视角 后方视角的时候 它就只提供了一个后方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上面再能同步显示一个全景的一个合成画面的话 那会更好一些 希望后期还能OTA升级一下 然后再往下看 就是这款车选配了来自于瑞典的欧瑞师水晶挡棒 这个是从它家乡 人家工匠给欠到这 然后运到咱这的 就是运费也不少呢 然后再往后看 类似于燃气罩的点火开关 以及这个盖板下方 是两个带纤维器的杯架 再来看后方的植物箱 哎呀 这里是 满打满算给咱留了一个手机的卡槽吧 我这个六寸的手机也是塞不进去的 然后就这么浅的一个植物空间了 因为它下面它是有电气元件的 所以说植物空间这块真的比较的局限了 后方这里有一个12V电源接口 以及两个Type-C的接口 其他的植物空间就要看门板这边了 上面一个浅槽 下方一个植物空间 同时头顶这一块并没有预留眼镜盒 像我们这款车型就配备了14喇叭的哈曼卡顿的音响 同时也可以增1.7万选购它那个特别有名音质超级棒的宝花尾键的音响 这又是WOWS60T8插混版车型前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这台WOWS60插混版车型的第二排 前排座椅是按照我1米75身高调好的标准驾驶桌子 来看一下后排的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整体来看它作为一款中型轿车来说的话 它的后排空间也还可以 说一下后排的乘坐感受 首先它是为了尽可能的去拓展腿部空间的话 它就把座椅会做的比较的内线 进而我们坐上去之后身体会自然往后养 以达到保持腿部空间这么一个设计讨小的方法 但同时也能看到坐垫会稍微短了那么一点 它作为SVA平台下的插混车型 中间这一块放电池了 所以说这一块是特别的高 基本上来说的话 后排这个地方就不适合做人了 虽然说它也给大家做了这个胶皮垫 但是坐上去的话 就是姿势会比较的尴尬 靠背的整体包覆感还是很强的 尤其是两面对肩部的这个支撑 也能看到World Y460 尽管在这种空间发挥不是太有利的情况下 也在极致的去追求这个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来看一下后排的配置吧 中间扶手托 扶手托挺宽的 也挺软的 打开是两个带纤维器的杯架 同时这个位置可以打开和后备箱掏空的 然后空调出风口就是被布置在了 闭住这个位置 上方有一个西装挂钩 门板的这个扶手托还挺宽的 还挺软的呢 上方置物空间 下方有一个小的杯架 这里有一个置物网兜 中间这里打开是两个太古C的充电口 同时头顶这一块有一个算全景天窗的天窗吗 这个后面位置只留了这么一块 但它也给你留了 就称它是全景天窗吧 这就是沃尔沃S60插混版的第二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那下面咱们就把它开起来说一下 动力方面 像这台2023款的沃尔沃S60T8混动版车型 相比较于之前老版本的车型 在硬件上得到了很大的这种提升 所以大家在看评测的时候 要注意你看的是不是最新的 这个2023四驱长续航版车型 动力系统上搭载了一台2.0T发动机 与其匹配了后置泳磁同步电机 综合最大总功率是335千瓦 总扭巨式 709牛米 电池系统上搭载了18.83度的宁德时代的三原理电池包 所以电池也不算大 所以它就并没有配备快充口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来看 我发现也正是因为它电池比较小 所以完全靠发动机以及都能回收来发电 来维持它一个偏中等偏低档的储电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不怎么影响它的性能 比如说我现在就剩一格多的电 剩余续航是23公里 那么我在这个情况下 我去测了一下它的0百加速时间 我还测了好几个模式 首先我使用它的运动驾驶模式 混动驱动形式 并没有使用弹射起步 在当前的这个条件之下 取得了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4.7秒的成绩 再然后我也用了一下它的这个全时四驱模式 的确这个全时四驱模式下的加速时间是慢了点 那也是4.84秒 哪怕如此吧 咱现在还算是一个少电的情况下测出的成绩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官方给的材料 官方用那个运动模式测的最大成绩是4.7秒 何况人家官方测的人员要比我专业 对吧 人家还是个满电状态下 所以说官方这个成绩有点太保守了吧 而且我就在想 它目前这个轮胎搭载的是米其林的领域 主打经济性能源专用的轮胎 不是主打性能的 它就能实现一个4.7秒左右的成绩 如果说给它换一套更专业的米其林皮S4轮胎 那这个成绩是不是更优秀 然后再说它的驾驶体验 首先驾驶模式上 它支持一个84公里的纯电续航 纯电的驾驶模式 日常我们不是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都是这种纯电的输出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个急需动力请求 深采油的话 它依旧会自动蹦到这个混动模式 然后发动机介入 带来更为即时的动力响应 这个纯电模式是锁不住的 纯电里程其实不是太远 而且我觉得没有太多人去用它的这个纯电模式行驶 咱日常就是用这个混动模式行驶 起步的时候 电机带来的这种起步时的加速感非常的丝滑 发动机介入的也很即时 平顺感就是一个词很丝滑 唯独就是说发动机起机时 这个声音介入能听到 在咱平常用的最多的混动模式之下 急需动力请求 这台8ET自动面路器降挡是非常的快 基本上和你脚下的动作是同步的 而且同样也很平顺 再加上电机对整个动力的互补 整个加速感觉 就是非常的平顺 总结来说 混动这种标准模式的驾驶感受 要动力有动力 但是给我更深的印象就是四滑感 然后调到运动模式 就像是换了一台车的感受 无论是动力的介入感还是降挡的感受 仿佛它就能提前感受到 你要深踩油的这个动作 你自身的这套神经动作可能还没有做完 它就已经给予你了提前亮 再加上这么一套运动化的底盘调教 让这个车带给你绝对性能车的这种沉浸式的驾驶感受 说完加速 再来说制动表现 同样也是在封闭百欧路 取得了百公里之零沙天距离35.4米的成绩 非常非常的优秀 而且得益于它悬架的这个很强的支撑性 车身的姿态也是非常的稳 而且它作为一台混动车 咱就着重说一下它动能回收 它的动能回收是没有力度可选择的 也就是一个标准状态下 咱们松开油门 它完全基本上就是燃油车的这种惯性滑行 而且从仪表中也能看到 它滑行带来的动能回收的力度是比较小的 除非说通过咱们踩它制动踏板的深度 才能得到一个更为显著的动能回收 那么既然它是一款定位于运动化的轿车 它的底盘调教就是非常重要的 硬间系统上搭载了前双叉臂 后整体是多连杆悬架 这个名词其实不多见 只有沃尔沃友 它采用的是一根高强度的复合叶片弹簧 取代了传统的螺旋弹簧 好处就是 首先结构强度很大 而且左右结构衔接 能保障车辆高速过弯时的平衡性 而且结构重心更低 稳定性会更好 而且材料的质量也会更轻 都是对性能的全面提升 悬架的整体调教是稍微偏硬的 支撑性是很强 好比说我们日常驾驶的时候过一个坎 可能说你的车轮已经入坎了 你也能感受到了 但车身依旧是撑得很稳 同时出坎的时候 车辆那一下起伏也能被及时的拉住 车内没有任何多余的这种过度的颤抖 这种感受 而且日常驾驶过弯时 尤其是过车道时 这个车的乐趣就来了 首先你很难感受到这台车的侧型 没错很难感受出来 车身姿态很稳 这个车的底盘狠狠地把这辆车扣在了地面上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就是一个字稳 所以像这种比较偏硬的调教的话 它并不会给成员带来这种不好的反感 而且还能带给驾驶员独享的快乐 再往下说转向手感 转向的手感力度就是偏向于家用车的这种调教了 虽然说它可以手动去选择减弱转向助力 但是我点了基本上感受不出来有什么差异 可能说转向的阻尼感会稍微紧致一些 唯独说差异的话 我感觉是在强转向助力下 转向的这个持比会更大一些 就是手上的转向动作会略大一些 低转向助力下 转向的这个持比会更小一些 可能就是这一点微弱的差距吧 最后再来说一下它的油耗表现 作为一台混动车 大家肯定希望买来之后 它更能省油 平常日常维护更加的便宜 首先它这个车 咱们就电池使用模式上 选择自动 然后驾驶模式 混动模式下 日常北京市区驾驶 取得了每百公里油耗 5.7升的表现 真的不错 毕竟它是在2.0的发动机 能看出沃尔沃的这套混动技术 是真的很有实力的了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款沃尔沃S60 T8插混版车型 也是这个价位中少有的 高端品牌中的插混轿车了 而且何况这个价位中 如果说你去选择 BBA的这类新能源轿车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有改电的状态 那何谈性能一说呢 所以沃尔沃S60 T8的优势 就很显而易见了 那么至于2.23款沃尔沃S60 T8 插混版车型的三款配置 如何选择呢 想必最不用纠结的 就是这么一套出色的性能硬件 都是标配 在其次 像指导价39.99万元的入门级 智翼豪华版车型 相比较于支导价46.19万元的 智雅运动版车型 差了6.2万 增加的配置有 19英寸的轮胎 以及外观套件 L2级辅助驾驶 360度全景影像 HUD抬头显示 拼皮运动座椅 前排座椅腿脱和腰部四项调节 前排座椅加热 哈曼卡顿音响等配置 而同为46.19万元的 智雅运动版和 智雅吉夜黑版 两款车型的配置一样 主要的差异就是在这套外观的选择上 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就好了 这就是本期加粮实测的全部内容 文加粮关注我 选车教你 精打细算